2019-20赛季 勇士队的当家巨星Curray 在第三场比赛中受伤 昔日冠军在20年的元旦前 仅仅获得了5胜24负的战绩 与此同时 西区的另一支队伍 灰狼的处境可以说是同病相连 他们进入1月时 战绩只有12胜20负 迷尼苏达管理层愈发焦虑 他们担心Tales会因为不满球队表现 而选择交易 为了安抚这位队内头号球星 引进他的好兄弟D'Andro Russell 是灰狼能想出的最佳方案 为了能够得到Russell 枸杞格Wiggins便成为了外界 普遍认为的交易筹码 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 Wiggins说 流言满天飞 甚至从19年夏天就开始了 我准备好了 迎接一切结果 2020年2月 灰狼队打包了Wiggins 和2021年首轮加次轮签 从勇士换来了 以D'Angelo Russell为首的三名球员 但是灰狼 未能保住2021年受保护的首轮签 勇士获得2020年的7号签 选中Jonathan Kuminga 想当年 在Wiggins的要求下 管理层允许球员带着女友和朋友 参加客场之旅 他们希望家人能激发出Wiggins打球的动力 但Wiggins却一次又一次 让灰狼失望 虽然在16年11月 曾单场砍下47分 但Wiggins并没有改变 自己在人们眼中的形象 只要以得到Wiggins 关注勇士的人都认为 这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方式而已 但哪怕是过渡 却仍然有人对此非常不满 名嘴Nick Wright甚至说道 我坚信 Kerry再也进不了总决赛了 Wiggins的合同还剩三年9500万 这一笔交易真是糟透了 但勇士队主教练Steve Kerr 并没有把Wiggins当成一个过渡方案 当枸杞哥来到队内之后 Kerr开始着手对其进行改造 Kerr的想法是 把Wiggins当成K张的影子来打造 减少Wiggins的持球和中距离出手次数 让其增加三分线的投射 以及推向防守的最前线 这些改变是Wiggins在灰狼从未有的 用行为来分析的话 Kerr给出的指向就很明显了 Wiggins是一个力量速度出色的球员 但勇士的进攻核心毫无疑问是Kerry 那么就把Wiggins往顶级防守者的方向培养 Wiggins在勇士的前两年被前行培养之后 首发83场 场均18.7分4.8篮板2.5助攻 而到了19-20赛季 Wiggins可以场均贡献21.8分5.8篮板 3.7助攻0.8超结一火锅 单看数据的确不错 但这是在浪花兄弟双双缺席的情况下所拿到的 如果Kerry和Keyton回归 那么Wiggins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多的出手权 所以Wiggins在后续的比赛中除了精妙的空分 他的防守质量也越来越好了 两个赛季下来 勇士得到了Wisman和Kominga 但他们的代价则是 19-20赛季15胜50负 西区第15 2020-21赛季39胜33负 西部第8 而Jordan Paul则展现了最佳地轮的潜质 他们就是勇士在后浪花时代的未来 展望2021-21赛季时 Kerry说 我们一定会卷土重来 这是肯定的 勇士有很好的前景 我们下赛季将会迎来一群充满活力的新人 Kley也会复出 我们会回到争贯的行列之中 但遗憾的是 K唐再次受伤 勇士在附加赛中不敌胡人和灰熊 被阻挡在了季后赛之外 20-21赛季的失败 让一部分争议的声音开始蔓延 像是 没有Kerr的体系 Kerry什么都不是 Kerry的身体素质 决定了他永远是防守漏洞 没有Green的Kerry肯定不行 以及没有KD 从金色王朝 再到被外界不断指责 勇士社区正在经历 从高峰到低谷的阵痛期 2020-21赛季 Kerry长军可以贡献 31.8分 5.5篮板 5.7助攻和1.2超截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48.3% 三分命中率达到了42.1% 与此同时 Kerry的防守效率上升到了109.7 排名全联盟第141位 处在NBA上游 从这个赛季开始 Kerry已经悄然产生了变化 只是在被外界诟病和诋毁的情况下 他的防守能力一直被低估 在附加赛输给灰虫后 Kerry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在赛季末段 我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 闯入季后赛的机会 我们未能如愿 只令人沮丧 但是我为今年所能完成的成就 感到骄傲 我们会利用好这个夏天 我相信 明年所有的球队 都不会想再碰上我们 从人员锤炼的角度来看 20-21的勇士带出了Jordan Pool 一个未来的最佳第六人 拿着新的球队核心 以及防守日真化进了Wiggins 对于金钟来说 万事俱备 只差K汤 而在Kerry复出前后 有好事的记者 问了Kerry一个奇怪的问题 会不会让K汤首发出战 Kerry露出了他标志性的笑容说道 当你能在29分钟 砍下60分时 教练普遍会首发你 Kerry会打首发的 我想到21年3月 Kerry为自己的康复辛苦地做着身体复健 同时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 做心理治疗 毕竟两丝大伤 对他的心理伤害极大 他说 我真的很喜欢打比赛 没有比赛 我就很难找到幸福 在K汤首出前 即1月10号之前 Kerry规规矩矩地打出手里的牌 首发Kerry Paul Wiggins Green Luni 替补则是回归的Iguodala Porter Payden 阿尔士 别利查等人 这道首发和替补阵容 攻守均衡 特别是Kerry在上赛季 完成进化之后 10月份 五胜一负 11月更是夸张到六连胜 被黄蜂中断后 又开始新一波的七连胜 总体来说 比起上赛季 勇士性不巨大 他们进入的原因 需要归绝于 Luni和Green 完美的防守轮转 他们高机动性的协防补位 弥补了球队内线高度不足的缺陷 勇士的场军篮板高达49.6个 排名联盟第三 出色的篮板球 保证了球队的反击 他们的快攻得分 联盟第八 在战术上不给对手24进攻的机会 Wiggins带来的冲击力 Paul 场军18.4分 2.6篮板 3.4助攻的高效表现 差点让人们忘掉了K汤 无论如何 K汤是勇士总冠军时代的重要成员 他终究要回来 1月10号 在勇士对阵骑士的比赛中 时隔941天 Klay终于迎来复出 他打了20分钟 为球队贡献了17分三篮板一火锅 期间还出现了一次单手报扣的画面 勇士队的主场沸腾了 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 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但在回归的亢奋过去之后 Klay的表现 开始出现了不稳定的起伏 但老实说 对于一位快三年 没打正式比赛的球员来说 无需苛责太多 另外 Klay的两条腿的肌肉比例 明显不太协调 他还需要继续对受伤的部分进行复健 主角连克说 当你一段时间没打球后 腿部力量是最难恢复的 希望Klay的腿可以越来越好 按照计划恢复 勇士正在从前两年的沉沦中恢复 可总有些声音围绕在Curry和他的勇士周围 但Curry甚至都没有回应 而是将全部的注意力 放在了重铸王朝的身上 勇士三叉集合体的第一个赛季 他们的战绩就飙升至53胜29负 比上个赛季多赢了14场 就是这14场 任勇士站在了西区第三的位置 他们以高姿态停进季后赛 他们也成为了联盟公敌 勇士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射手 而且不止一个 21-22赛季的常规色MVP最终给了更全能的Yogic 而对于Curry来说 他要带领他的伙伴们向山顶攀登 现在人们失去的没有再讨论 Wiggins会不会被交易 会不会成为KDDR的问题了 Wiggins长军17分4.5篮板 尽管得分没有破高 但大家都看得到他努力的一面 Kurl牢牢抓住Wiggins的防守能力 把枸杞哥定在任何球队的进攻匕首之前 首轮对着金块 扣篮大师Gordon很优秀 但金块却是单核球队 由Yogic老师承担了所有的攻防责任 可是金块的外线火力匮乏 突击内线的能力 在勇士的防守陷阱中显得绵软无力 丹佛主教练的办法不多 或者说他能打的牌已经用尽了 4月28号 约老师带伤扛着球队 砍下30分19篮板8助攻 鼓掌难鸣 Kurl得到30分5篮板5助攻 勇士末节翻盘 以4比1淘汰金块 而这轮系列赛的戏剧性在于 Kurl上上下下的维护球队 12打替补12打首发 Paul在金块的防守体系下 展现了新鲜优渥的统治力 从整体性出发 Kurl也心甘情愿打替补 首轮中 由于金块不愿意放弃大个阵容 Kurl又在追求快的体系下 一度摆上了 浪花兄弟和周登铺的三后卫阵容 极致的疯狂得到极致的效应 进攻也大开大合 跌宕起伏 勇士在G1赢下17分 齐兔赢下20分 后面三场比分才算接近一些 但金块队已经无力回天 次轮 勇士碰到了老冤家灰熊队 这是身体素质最炸裂的后卫 和投射最优秀的后卫的直接对话 而这轮系列赛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Wiggins得分控制在17分的那四场都赢了 没到17分的两场军输 包括16分那一场 差一分都输 胜负全靠Wiggins的空分力度 真是太神了 而在Kurl的战术手册里 还有一项 不能让灰熊得到他们应得的篮板 六场下来 Green总计抢下52个篮板 Looney49个 Wiggins 42个 而且勾起哥 抢下了全队最多的20个进攻篮板 Wiggins所展现出来的冲墙意识 在季后赛级别的小前锋中独树一支 而勾起哥 做牛做马 干苦力 并且如期完成客所布置的任务 4比2结束系列赛 对于灰熊来说 他们交了该交的学费 詹金斯是个优秀的教练 而外界也普遍看好 曼菲斯的未来不止于此 西区总决赛 面对持球大合 上赛季后赛对阵快艇 红下50家的大魔王Donchich 勇士严阵以待 见面就疯狂夹击 收缩 舍弃低脚 控制中线 勇士的疯狂 反而让Kid密到良机 赢下一场胜利 但从整体实力上来说 Luka的队伍还差点橙色 只要看过细节的人都明白 独心侠在防守端 根本无力摧毁勇士的进攻 Kurry场均23.8分 6.6篮板 7.4助攻 Wiggins场均18.6分 7.2篮板 2.8助攻 他已经是球队第二好的篮板手 G2结束后 知名媒体人Bayless说 今晚Wiggins和Luka 看起来像一只小疯鸟 当西局结束时 Donchich似乎并不生气 他知道他和灰熊的年轻人一样 该交的学费一分都少不了 从个人经验 再到球队整体框架 团队协调能力等等 年轻的牛犊们 还有一段路要走 随即 NBA的总决赛拉开大帷幕 Kurry一路疯狂 丝毫没有给人们辩解和讨论的机会 他希望完成八年四冠的尾业 前四场 Kurry的所有数据令人瞬目结舌 第一场34分5助攻5篮板 第二场29分4助攻6篮板 第三场31分2助攻4篮板 第四场43分4助攻10篮板 而G4也成了Kurry的经典代表作 前四场2比2平 两队总是在细微的阵容调节中 各自找到平衡点 但自从Kurry把Porter提上首发以后 一切都变了 绿军在最后赛历史上 从未三连败 但是在Kurry的神奇辩证之后 荆州不仅从1比2落后的局面下 翻盘打成2比2 他们还一路掀起了逆转的凯歌 从2比2打到3比2 最终4比2赢下总冠军 Wiggins和Green雷打不动地 盯着双碳化猛烈防守 Tatum的神奇妙手不再出现 Tatu场均21.5分 比冬决阶段的25分 下降了整整3.1分 命中率也从冬决的46.2% 下降到了36.7 但勇士队的头牌Kurry 就干得非常棒 G5他被塞亚提克疯狂包夹 仅看下16分 可在G6 Kurry立刻调整 在绿军前期反扑高潮时 力挽狂澜 终结了对手企图翻盘的计划 Kurry在第6场 看下34分 7篮板7助攻 3分球11中6 而有意思的事情是 回首2015年NBA总决赛 同样是6月17号 Kurry获得首冠 8年之后的6月17号 勇士再次捧杯 首尾呼应 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这真是一次圆满的凯旋 场均31.2分 6篮板5助攻 3分命中率43.7% 全票当选Final MVP Kurry当之无愧 现在回头再看看 Wiggins的那一笔交易 勇士管理层的操作 为今天的冠军 埋下了种子 Wiggins在总决赛 关键的两场两双 16篮板 13篮板 以及整个系列赛 一共摘下41个篮板 其中有11个进攻篮板 抬到过去的被种种非议 Wiggins说 每一天这些事都给我动力 让我的眼睛里充满怒火 我想要证明 每个人都错了 现在我是世界冠军 随便他们怎么想 都得承认我是冠军 而就在不远处 Kurry抱着他的Final MVP奖杯 点点头说道 我听到了所有的讨论 说我们的球队如何如何 说我能如何如何 这一次 我看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 独冠之后 有些人会觉得 不必理会那些流言蜚语 但Kurry知道 他和球队 承受了多少批评和怒骂 现在他穿着 阿耶莎不会做饭的T恤 对波士顿回一回衣袖 在TD花言球馆 24件退役球衣的注视下 带走了奖杯 不带走一片云彩 等会儿一片的路由 来自我看能不能够 不带走一片 我看能够 谢谢大家